水旦这次离谱的判决已经成为这两天国内wallgame圈最大的话题 我们来看一下潜水友屈主任对此的点评 一向直信的屈主任直言道 法院这样判决只怕是连面子都不要了 你说职能部门 职能部门一接一接一接发了多少个指导意见了 该过不拉 换汤不换药了 人家老玩家也有理由说的 我玩的是什么发射器啊 我玩的是鹅眉公字 你这批是什么玩具 你叫我玩 国产Airsoft现在什么水平 就这么几个结构 你火药什么都往里面塞 它能打吗 打不了 没这个能力知道吗 再下去又要玩磁水箱了 软弹箱卖完卖磁水箱 再卖圣光玩具 接下来没得玩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 我们陈海市3.0时代转型 哎呦谢天谢地 我已经说了 像你这种管理模式 本身就没有打好基础 你能给我保证在24年 或者23年这样关键的时期 出台一个合理的规定 误实一点 我劝你们还是先把玩具 和针枪的界限 这个Airsoft的理念 先搞清楚 那松木板测试搞得蛮好的 你把它去换了干什么 你告诉我 你今年还在按照1.8来看 你倒告诉我怎么解释 脸都不要了 我应该是想说的 我应该是想说的 我应该是想说的